1979年2月17日,对日自卫还击,保卫边疆作战八起之后,平霞方向不兵某团,迅速攻占了438高地。 二后奉团的命令,六连继续向那林发展进攻。当连队禁至那林石山附近时,遭在拘守石山山洞越军的密集火力袭击,进攻手组。 六连当即向影址报告情况,并请求上级炮火支援。 团一百排击炮,连续命,向那林石山实施火力压制。 但由于排击炮连队六连所在位置掌握的不准,又没有和六连直接取得联系,射击存在一定的盲目性,结果又八发炮弹落在六连的战斗队形内,造成伤13人,亡11人的损失。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,已使炮连队战斗进展情况掌握不准,距离计算有误。 炮兵前关随团指挥所行动,未能跟第一梯队营,连前出,观察受限,不能直接给炮兵指示目标。 因此,当步兵要求炮火支援时,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敌国双方的具体位置,和正确计算距离,以致造成误伤。 二是步兵此生战斗队形秘籍,六连在组织进攻时,没有很好的去分割排的任务,排与排之间间隔很小, 大家因为聚在一起,对形秘籍而增大伤亡。 龙舟方向步兵某团,突破越军前沿防御之后,却似通过半途,冒兰,无名川直插端南。 团指挥所随兼兵四连后跟进,但进至龙行大领善压口的时候,遭到越军残余袭击,前进受阻。 团指立即命令所有人员就地隐蔽,并组织火,立即灭残敌。 这个时候,随该团行动的一位尸首长,在后面七百米处又望远近看到团指停止前进,误以为前方敌情严重。 于是,命令进去无名川的二银炮连,迅速向山亚口方向射击。 没想到正当二炮连向山亚口后侧型蓝组射击的同时,团指已经突破了山亚口,正在向敌宗深穿插,一把炮打刚好打中团指,但即亡四人,伤十八人。 此次炮火误伤,纯属是首长盲目指挥所致。 团指受阻,是否需要炮火支援,应该在查清情况后定夺。 即使团指却需炮火支援,也应当组织必要的血统,以保证炮击效果和防止武器。 但这位尸首长,却单凭直观现象和主观一段九项令炮击,实在贪货轻率。 按照预定计划,龙舟方向的另一个步兵团,应该在炮火准备15分钟后再发起冲击。 但当炮火准备仅进行了约十分钟时,随团行动的尸首长,就命令尖兵司令一排向前推进一百余米。 一排在前进途中,炮弹落到该连战斗队形内,当场造成12人负伤,两人牺牲。 这次误伤的深刻教训是,作为一名指挥员应当沉住冷静,认真稀释,准确地把握战斗每一个关节,绝不可草率行事。 否则会给部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,甚至导致战斗失利。 作为下级指挥员,执行上级命令既要坚决,但又不应盲从。 但上级的命令有明显差错时,应及是主动地提出建议和进行符合客观情况的处置。 无伤,在任何一次战争,这和一些军队中,都是在所难免的。 但是,我们希望这样白白的损失,要越少越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